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全球最热门podcast节目上面 再次批评台湾偷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川普在节目桥锣跟体验之中 指控台湾抢走了百分之百的美国晶片生意 还想要获得美国的保护 川普就说了一句 黑帮可是会收保护费的 像台湾如果要美国保护 就得要付保护费 另外他也提到 无论大家喜不喜欢 那么习近平是一个出色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